第二節回到大匪漢天下 我是大匪 首先 剛才多謝漏了一個人 多謝Sam哥 他那次去佛山 駕車廣州下來 第二 多謝他認同我的觀點 雖然我罵人罵到混蛋 他也真是多謝他 這一節我想說一些對滿天神佛的事 因為我心目中 我真的相信有做物主 但我不知道這是阿拉 上帝 還是大日如來 我不敢說 或是濕婆 各樣的稱呼 我真的不敢說 或是女窩 我不敢說 因為我不知道 但有很多神馬故事 宗教信仰 但我真的相信這個世界 宇宙是有做物主的 他還存不存在 我不知道 但我真的相信 所以做任何事的時候 我都會問一問自己 好像這兩天 其實這幾個月我做了很多事 我都發覺我自己做得不好 尤其是昨晚有件事發生了 因為我沒有血壓高 所以我人肥 我沒有血壓高 我不用吃血壓藥 但我知道我昨天的血壓幾乎爆表 就是因為我真的在用粗口罵人 我罵141 我罵那件事 罵梁國雄 我是罵 其實我不上心 我真的上心 就是我當那個人是朋友 我才會罵到血壓高 我幾乎暈 我罵就是歸罵 罵完就算了 事情是對不對 不對 不對 其實我沒有要求 但當有些事發生的時候 或是對伙計有些事發生的時候 我就會把我的心放進去 所以今節我想說一下滿天神佛 我是讀佛教學校的 小學讀六年 中學讀五年 加上讀十一年 都是讀佛學 所以我讀佛教有些了解 不是普通人說我 你也不認識的 如果我考會考 我也考試的 雖然那年我只有十七歲 我相信我真的認識的 比一般人認識 甚至有時強哥下來問我 你對佛教怎樣看 我真的不懂回答他 佛教不是他 佛學不是他想說那件事 是嗎 有時看到和尚 或者不要說和尚 俗稱 比丘比丘利 不是你們心目中所想這樣 所以有時過年的時候 我去藍牙紙 去看到 覺得為何會這樣 其實看很多 又不敢說專家 但真的有認識 即是做人也好 有些東西懂就懂不懂 就說不懂 謙卑 謙卑 再謙卑 不是因為我節目主持人 有幾千view 可能連下載的有一萬 但我也是這樣說 做人就是要 不懂的東西說不懂 懂的東西說懂 今次就想說我的滿天神佛的看法 因為我看到現在香港 或者很多地方 很多人借宗教之名 就說一些似是而非的東西 我講佛學我真是認識的 甚至早前有個網友叫Bird 他經常說 他跟我說我相信佛 我相信什麼 我相信創教會 那我就說 是否日本來的 一步發華經救世界 他說是呀 你真是認識的 我一點點 最重要就是 在香港有骨灰鵬派 我真是認識的 譬如天道教 天道教 始創人在廈門 福建 他們就信制功 又信王母娘娘 亦都信佛 主要信制功 扣頭扣到穩 每一次扣頭就要加下去 我都有點認識 在椰子島 天道教 白龍王 或者很多看上算命的人 我講一講 不要再講那麼多閒話 入政題好像很悶 說得我自己都想去明教 35歲之前 每一年 我生日 我都會算命 第一次算命 就是我18歲 我生日 我帶我媽媽去看電影 也是唯一我和我媽媽 兩兒子一起去看電影 就是看這個弟女花 龍劍申梅雪先做的 因為我媽媽喜歡 所以我陪她看 從那天開始 我亦都喜歡了粵劇 有些時間 或者再講粵劇的事情 18歲那年是這樣 我在黃金戲院看 黃金戲院裏 現在撿了 裏面有一個叫多保閣 其中一個算命先生 他說 說得我飛黃騰達 嘻嘻風雲 很開心 自此我之後 每一年 我生日 我都是算命 開心不開心 也是 是我的生日節目 我生日不慶祝 從來到現在都是 我太太說買東西給我 或者我前妻說買東西給我 我兒子說買東西 不用了 你不用記得爸爸生日 沒有爛節 我媽媽辛苦 不要 如果我生日 我媽媽有時候會撒兩隻紅雞蛋給我 是這麼多 或者我和我媽媽喝茶 OK的 是不是 我真的不太過了 我是這樣的 是從小到大都是這樣的 不是現在年紀成熟才是這樣的 看上算命 有兩本東西 一定要認識的 第一本通醒 蔡伯麗寫 另外一本 叫萬年曆 是朱雀橋寫的 是不是 你可以去看看 我沒有稿 我真的認識 人名我認識 朱雀橋 我不知道過世了沒有 二十多年前 七十多歲 如果現在不死 就過百 不知道怎樣 我講我對算命的恩怨 我認識一個朋友 以前做義處 做西山義處 他學了算命後 經常在廟街擺 連廚房都不做 長期跟人家一求神問卜 我呢 雖然經常算命 其實哄自己開心 永遠都說到你鬼死的美好 等你人生充滿希望 所以我對政治 對事情我都是這樣 做人要有希望有光 不要說捱捱一下 四十歲之後你習慣了 我們不是這樣 每一日都是新的一日 昨日就是昨日 今日就是今日 明天就是明天 是我做人的哲學 好像很厲害 我講哲學 是的 我信奉這件事 昨日的過去了 今天 我不會說活在當下 昨日是一個教訓 我看今天 明天的事我估算不到 但我做好今天的事 以前後面的事自然就會明朗化 這是我做人的態度 如果每次都認輸的 這個不是我 所以我人生失敗過無數次 婚姻子女 父母 之前聽失敗論都有聽 我和我爸爸的關係 我和我兒子的關係 是嗎 遲些我講我和我生意上的失敗 的關係 朋友的關係 我和我伙計的關係 是因緣 我每天都想做得好一點 因為我曾經信佛 我沒有拜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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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有洗禮 信佛就沐浴 我一樣是 我都沒有 是嗎 是嗎 心信可以了 其實心信不是真的有佛堂 佛教的意思 釋迦牟尼佛是教主的意思 他不是教主 是一個地位崇高的人 佛是甚麼意思 各者 自覺各他 信佛 佛教最重要的是自覺 自覺 自己各容 還要令別人各容 大乘佛教 自我 自覺各他 這一個很重要的一步 所以 我真的對佛學有些認識 有些網友 找集上來說空中結緣 我OK 奉陪 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那好吧 看上算命 朱雀喬 我前妻 她沒有聽這個節目 我老婆也沒有聽 經常罵人有甚麼好聽 我前妻也有來往 我前妻 她依然做工廠 她入工聯會學 學算命 教她那個人 就叫左宗友 左宗友是一個算命 算命的危名也好 或者怎樣說 阿忠是一個名稱 實際不是叫左宗友 就像政治一樣 不分左宗友 她的師傅就是 編寫萬年歷的朱雀喬先生 我前妻也拜在朱雀喬的門口 她們經常有很多功課算命 我經常見到她算 有時都會問兩句 她經常說 算命是一個統計學 不是神怪的 全都是計數 怎樣怎樣怎樣 她說了一大論 沒有上心 我第一次生意失敗 我欠人兩百幾三百萬 那時候我只有二十多歲 八八年 八六年 八七年還是八八年 我不記得了 生意失敗 那時候 很害怕 怕官非 怕坐牢 怕上身 那我前妻就說 不如找左師兄 和你計一計數 我說好 真真正正正去拜訪這位 我前妻號稱的高人 其實等於做傳銷 為何要在工聯會教 是因為工聯會 雖然收得便宜 但幫你吸客 他計算得好 有人推薦別人看他 他便賺到錢 很多人都是這樣 有些人當網台一盤生意 走上來開麥克風 希望網台帶到很大的利益給他 Larry說得對 有粉絲 有錢 我不是想這樣 所以 有些網友 在群組問 或者在Facebook 又問 在專頁又問 400元 先吃甚麼 我是想大家開心心吃飯 不過主題是海鮮 如果你問400元 先吃甚麼 第一 你問 我看不起你 我不管你是誰 即是你覺得我大肥 會滾你400元 第二 有位哥哥仔 給一張菜單看看 我現在擺酒請喝 你做人情嗎 人情就做一千 也不想那麼勞氣 現在的人 我來吃飯 給400元 我有沒有好處 不說賺不賺錢 是有人提出 大家網友高興 大家坐在一起吃飯 不用那麼多計算 如果那麼多計算 那個不是我 我言歸正傳 左宗佑 他在油麻地 中南圖書上 他有一間做建材生意的 和老蕭同行 都做得相當大 當時上去有兩千多隻 上去 他正職在這裏 因為他有興趣 誰知道原來算命賺錢給他做 竟然比他做正職的建材生意還要大 即是建材生意賺不到什麼大錢 上市老蕭又賺到錢 一樣東西 你明白嗎 即是副業 比正職更賺錢 那些人不要說我抽腦消水 我講的是事實 是嗎 對嗎 只是一個比方 因為他是我熟悉的人 比方 上去 我告訴他 然後他不斷在這裏跟我說 他把時辰八字 然後他計算出來有三條命 三條命 三個命裏的都可能是你 因為我們只有時辰八字 我們還未計算到分秒 那麼小 所以他會問我一些小孩子的事 他問我有沒有離家出走 有沒有飯官非 有沒有幾年幾月幾日 沒有幾日 哪一年 曾經夏天的時候會出過什麼事 我一直回答他 然後他就回應 回應 回應 回應你那條命 然後他根據這件事 來告訴你 你聽起來覺得很準 因為他問你是否 你回答是否準 你說不是 他會說 如果沒有這件事發生 就會有另外這件事發生 真的有 這條命就是你了 那就準 算命先生 就是靠這樣賺錢 亦真真正正地跟你計算 所以有很多人算命 為何 喂 說以前的事 很準 為何說之後的事不準 因為他之前的事問過你 而你回答他是 那便準 或者你說不是 好像沒有 然後他又計算 如果是這樣 你可能會這樣 那一年 你說 是 真的有些事 那你一回答他 那便準 你便準 左中右 就是一個 這樣的人 他宣命 好像掉了一支咪 太大動作 激動 他真的這樣說 他說 我一輩子都犯官非 但他有幾句說 他真的批得我準 他說 我做甚麼 我有做生意的命 我做生意的人 但我沒有做生意的運 我做生意成功是很難的 每一次有任何的生意 擺在我面前 我可以很快就將它抗得很大 然後做到 在那個行業有些人認識的 一定做得到 但當我做到差不多的時候 我就會冰敗如山倒 一路跌 跌到底 越煲得大 就越死得快 也越死得重 所以我之前 未計算這盤生意之前 我是做過 我真正自己搞和合作的 有三盤生意 另外一盤生意 就是掛名老闆 這盤是第五盤 未計算那些 濕濕星星那些 人生都多姿多彩了 他後來計算的東西 就不是那一回事 我心目中 因為那時太年輕了 我害怕 欠人幾百萬 那時賣房子 只不過在屯門市廣場 只有二十八萬 五百多尺單位 是否很羨慕 是嗎 便宜一點 二十三萬也有 錦華花園 屯門 那我計算 再找 現在都很有名的 陳康泰的鐵板神算 因為我相信了 黃玉郎和奇文傑 一個大著名的漫畫家的徒弟 畫東西一般一般 但是 他那些小寶神功非常厲害 他契了給董慕哲 一個鐵板神相 神算很出名的人 做契仔 他經常在那裏宣揚 在漫畫書裏面 當然沒有錢 也沒有能力 看董慕哲 我看了陳康泰 兩千元 當年 八六七年兩千元 很多錢 看左師兄 他說有情假都收過千五 看他 他亦用鐵板神算 去阻計 計完計來計 他問我 準不準 我心目中知道 不準 不如左中右準 離開了 卻之真是逢空發骨吉 而左中右這城勢人判我 到現在我都覺得大朗沒有走過 每一次做任何事 起得很快 我三哥那天網聚 跟Margaret 貓姐說 他說我這個弟弟 有一件事很奇怪 你少許東西給他 他拿著手 他就可以很快 變得很大塊 後來贏不贏 輸不輸不知道 但他做任何事 都可以 有些很微細的事情 會做得很快 見到很大的成績 我就是這種人 是的 根據過往經驗都是 左中右先生 他真是 後來 有一段時間 我聽過前妻說 他說他洩露天璣 腸 腸臟 有些細菌進入去 病毒 這樣就經常截腸 剪了一條腸 剪下 打算沒有了 然後又再剪下 越剪越短 曾經基本上在醫院幾乎死 他自己說 他自己洩露天璣得多 不行 但後來又健健康康出回來 以前賺下的錢也沒有了 再來 後來也在工聯會再教 在沙田 沙田大水坑賣複安花園裏 街市檔賣水電做裝修 現在 早幾年我見過他 我問他以前的事情 但他跟我再說的事情 跟以前的事情 已經是差天共地 即是無寧兩河 不知道是否真的洩露天璣 所以 我這樣說 每一次人生有困難 我就想起 這些 我 上一次運輸公司生意失敗 我拿中援 有提了 很繁複 住劏房的時候 我回到香港 我覺得 當時還要 有很多 黑社會 官司 前身 有段時間都未解決 還未解決得到 這樣 他人很煩 我經常都看聖經 小時候都喜歡看聖經 有一天 我就走進去大圓村 平台那裏 有間教會 我自己走進去 當時有個姑娘跟我說 你們做甚麼 我說我想聽道 我想聽聖經 宣道會 大圓村 我留下了 當時有很多 朋友 教友 走來招呼我 其實那天不是星期日 但也有些人在開分享會 聊聊天 招呼我 給我借本聖經 回去看 亦給我很多小策子 人生怎樣怎樣 我從那時候開始 每個星期日 我都定時定後去 他們教我的方法 就等於傳銷 所有基督教會 上教會 就等於傳銷 一幫人圍著你 跟你說 信神 傳銷就是信產品 好的 我們推廣出去 我們推風音出去 不停是這樣 只要信 不要問 完全一樣 當時的教友很好 我有什麼起居問題 虛寒問暖 這樣說 而認識到其中一個教友 他 又是大陸生意失敗 家庭破滅了 回來 信教後 家庭修復了 人生有氣息 他經常跟我聊天 因為他都住我附近 他經常來 晚上找我喝啤酒 那我不喝酒 那便買罐可樂 那便跟他吹吹水 他說 我說話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說什麼都說我 我 他問我 為什麼你說什麼都說我 不應該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是 是侍奉神的 我們信神 我們什麼都交給神 交給上帝 交給耶穌基督 可否不要以那麼多我呢 如果你說得太過我 其實就不要這樣說 因為以你為主 我們信教 信神 我們應該以神為主 他是我們是牧羊人 我們是羔羊來的人 他這樣跟我說 令我想起佛經裡面所說的無我 無我 佛學便說無我 原來信耶穌基督都要無我 那我說 如果這個世界 我心裡便起了一層疑問 如果一個人 不是為自己的 為自己的親朋戚友 而是為神 我們生而為人 我們還有什麼價值呢 所有事都是神的命定 為什麼我這樣說 有三件事發生 長話短說 第一 我有個教友 他死了老婆 很好人 經常跟我在火車站隧道 大部火車站隧道 派傳單 他突然告訴我 他生了胃癌 末期 三個月死了 然後 回教會 牧師說 好啊好啊 現在他不用悲傷 他現在回到主的懷抱 怎樣怎樣 我們應該高興 一起唱歌 開心地慶祝 我心想 本來這句話 就要說髒話 什麼你老母 但我都忍了 死了 你應該要同情再生的人 給他的安慰 死了就沒有知覺 現在你這樣 人家怎樣面對 他老公和兒子都是信神的 所以我不滿意 第二 去泰國做事工 支持他叫我們捐錢 支持這些人去泰國事工 他開口埋口 那些是邪教信拜偶像的國家 他信佛而已 雖然你相信 上天下地 只有一個造物主 你所說的造物主 等不等同佛教的造物主 我都不敢說 只不過是稱呼 阿拉可能等於上帝 一樣和華 你敢說 在那刻我真是受不了 深入苦悅 去一個拜偶像的國家 將他們拯救出來 我真是即時火都著 前面加多個字 甚麼火都著 我說為甚麼這樣 為甚麼宗教是這樣的 為甚麼 你經常說有愛和平 甚麼甚麼 其實佛教跟你 耶穌基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物相其類 為甚麼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我今天殺了很多人 丟下刀就成佛了 是嗎 你們耶穌也是這樣 信耶穌沒有分 一世作惡 對臨死時信耶穌 我得永生 是嗎 信耶穌基督原來 信耶穌基督原來 送上信佛是一樣的 是沒有分別的 又是無我 做人當然要說我 Tony是留本位 蕭先生是神本位 我們這些 我本位 在這個時候 我做任何事 當然是用我出法 雖然說你這麼自私 你只是說錢 我不是說錢 做甚麼就是我開心 即是我昨天前日 昨天做節目 我拔劉家雄 我拔得開心 就是因為我開心 所以拔他 你明白嗎 做人的事 為自己 我相信 但是為自己 只要不犯法 不要傷害到人 OK 我都不敢說 不要傷害到人 我都覺得OK 做人就是這樣 最重要就是 為自己開心 我這輩子 是為我自己的 這一句說話 影響了我一輩子 我第一次離婚 是我前妻 那天她很不開心 她看著我 她跟我說了一句說話 這句說話 肥佬 我不想我下半輩子不開心 不如你放開我 和你離婚 是真的 我很愛我前妻 沒有做過一些行差答錯的事 我即時 靜了三秒 接著我就跟她說 好 因為做人是為自己的 你成世人 因為你嫁了我 你下半輩子不開心 我只能跟你說好 第二句說 我也不敢說 雖然事後 真的離婚之後 可能是一時之氣 她不開心 她想我去哄她 但在這句說話 她跟我說的時候 我就已經答應了她 而這句說話 我曾經有第二段感情 有一個女孩 又是用同一句說話跟我說 我都是跟她說好 我就分開了 因為我不可以 要你為了我 令到你下半輩子不開心 你跟著我 和我一起 是應該開開心心的 我給你不到 你就要走 你不走我也要走 做人 為自己 做甚麼 都是講自己 我本位 最重要是做些事 不要傷害人 不要找人 因為有個道德的界線 做人要有 但是不能夠 如果樣樣以人行先 我真的做不到 我對人好 我肯虧底 我肯 每樣不計較 是因為我喜歡 我大匪喜歡 我喜歡這樣做 所以 她那天說完之後 我就沒有再回教會 耶穌基督 為甚麼 因為你說的 不是對的 這一節 講到這裡 一講一講一講 又激動 又講完了 下一節回來再講 多多時間 一講 你有一次 在這裡 有一次 感谢观看